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捉腰为了情 第一集 蓝战 今晚是花灯节 我们出去玩 好不好 自从被蓝望鸡就回蓝府 魏英就喜欢黏着它 幸而 蓝望鸡也乐在其中 好 不过要等我读完这本书 蓝望鸡是在大范山的山脚下 救下的魏英 许是没走出过大山的缘故 魏英对各种事物好奇得紧 有什么好读的 我听锦衣提过 你出自商骨之家 参加不了 什么举来着 魏英挠了挠小脑袋刮 怎么也想不起来 到底是什么举 科举 蓝望鸡答疑解惑后 眼神黯淡无光 魏英说的没错 商级之人没资格参加科举 对对对 就是科举 既然读书无用 陪我去玩 不好吗 魏英娇俏地一笑 身体半趴在书桌上 靠近蓝望鸡 好不好吗 蓝战 魏英用一手支着脑袋 一只手伸出来 抓住他的袖口 不停地晃动 蓝望鸡心头一软 连带着压在心头 挥之不去的阴霾 竟也消散殆尽 鬼使神拆地点了点头 他硬了下来 目的达成 魏英心花怒放 起身绕过书桌 走到蓝望鸡跟前 走走走 我们快点出发吧 任由魏英拉着 蓝望鸡 一步一驱地 往书房外走去 这一幕 惊呆了蓝丝锥 和蓝锦仪 丝锥 我不是看花了眼吧 刚刚出去的人 是二公子 难怪蓝锦仪惊讶 即便无法参加科举 蓝望鸡仍旧 雷打不动的埋头苦毒 不曾有一日懈怠 商级轻贱 不仅不能参加科举 就连书院的大门都无法进入 幸好蓝家富贵 又有大公子蓝锡臣接掌家业 蓝家家主蓝清衡 干脆请了先生上门 卫蓝望鸡传到授业 你没看错 的确是二公子 蓝望鸡五岁启蒙 至今十五载 第一次有了懈怠 而让他懈怠的缘由 居然是仅仅相识 三个月的卫英 蓝丝锥心中呐喊之余 更加确定 二公子对待卫英非同一般 丝锥 唯有敬献腰单 才能为二公子 换来科举的资格 寻找多年未果 二公子该不是放弃了吧 当今圣上 痴迷于得到成仙 故而下旨 樊敬献腰单折赏 黄金千两 亦获破格参加科举 蓝家富贵 多年来重金悬赏 奈何唯有化作人形的 妖兽方能修成腰单 本就难得 又少有修士 肯忍痛割爱 久而久之 蓝望鸡几乎不抱希望 二公子胸怀大志 绝对不会放弃 许是今日 想要放松一回吧 蓝望鸡纵有凌云志 奈何生于商骨之家 注定科举无望 真乃时也命也 蓝战 天色还早 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好不好 走在大街上 卫英老远就闻到了肉香 馋得口水直流 蓝望鸡宠溺地看着他 卫英 我去给你买香酥鸡 激动得一蹦三尺高 卫英开心道 你怎么知道 我想吃鸡了 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蓝望鸡笑而不语 蓝府从来不缺真羞美味 卫英偏偏对鸡情有独钟 每一每享用之前 还要使劲嗅一嗅 像集了林子里的狐狸 当真可爱的鸡 你先去酒铺等着 我很快回来 一只鸡再配上一坛酒 卫英点头如捣蒜 乖巧道 好呀 我等你 目送蓝望鸡的身影 消失在人群中 卫英转头进了酒室 老板 一坛喝风酒 按照蓝望鸡的角力 最多一刻钟便能打个来回 这一次 却让卫英等了足足一个时辰 蓝湛 我好饿啊 卫英八八的王九四外张望 期待着蓝望鸡的身影 他虽是狐妖 却是刚刚化形 不曾避谷 卫英貌美 打发了又一个上前搭讪的小哥后 想起了出玉兰望鸡的情景 那是三个月前 刚刚化形的卫英 摩拳擦掌 想要下山一游 奈何出师不力 踏进了修士 提前设下的降妖阵 此阵力量强悍 怕是修行千年的父亲母亲 也难以抵御 何况刚刚化形 且孤立无援的卫英 拼尽全力摆脱阵法 却如皮肤汗术 一旦修士感到 卫英小命修矣 绝望之下引颈带路 卫英放弃了抵抗 没有妖力相抗 阵法虽然归于平纪 却也将它困于阵中 降妖阵指扶妖 不伤人 因缘巧合之下 蓝旺基救了卫英 我自由在林中长大 从来没见过外面的事件 你带我出去看一看 好不好 只当卫英是寻常猎户家的孩子 刚刚失去了双亲 一时心软 蓝旺基将人带了回来 一眼入心 不外如是 如果可以 卫英愿意一辈子 跟着蓝旺基 卫英 等久了吧 蓝旺基终于现身 卫英眉眼一弯 满是惊喜 蓝湛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饿啊 看到依赖自己的卫英 蓝旺基的内心一片柔软 香酥鸡买回来了 快吃吧 卫英如往日一般 嗅了嗅香味 像极了狐狸的模样 蓝旺基震了一下 刚刚那位修士的一字 一语在耳边响起 这位公子 你身边有妖 此妖乃九尾鸿湖 在下已追踪数月之久 在下可助公子除妖 再晚定会 伤及公子性命 蓝府近日并无新招的 仆仪入府 近期来到蓝旺基身边的人 唯有一个卫英 胸口起起伏伏许久 蓝旺基终是 拒绝了修士除妖的提议 不 他不是妖 他是卫英 卫英 花灯好看吗 点了点头 卫英笑道 当然好看 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花灯节 蓝战 以后我们每年都来 好不好 蓝旺基垂下眼眸 转移了话题 天色已晚 我们回去吧 这是第一次蓝旺基 没有印下卫英 沉浸在花灯节的震撼中 卫英浑然不觉 拉起蓝旺基的手 往蓝府的方向走去 临近蓝府 卫英二人和一众手拿棍棒的百姓 走了个碰头 走 打死那个妖怪去 都是骇人的东西 不能给妖怪活路 妖本同类 有同伴被抓 卫英的心骤然一紧 蓝旺基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 星沉了下去 卫英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 卫英听母亲提起过 无论普通百姓还是修士 对妖可谓深恶痛绝 可她从未直面此事 蓝湛 你也讨厌妖吗 饱含西纪的眼眸 一错不错地望着蓝旺基 卫英期待着 她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谈不上讨厌 卫英的眼眸亮了一瞬 不过 终究非我同类 非我同类吗 卫英尽量地眼眸 瞬间暗淡无光 母亲说得对 人妖殊途 她不该离开大范山 更不该留在蓝旺基身边这么久 早在两个月前 她就接到了母亲的传照 则令她尽快回山 卫英舍不得蓝旺基 迟迟不肯离开 今日的所见所闻 却实实在在地敲响了警钟 或许 终究到了她必须离开的那一天 想到这些 卫英的心口阵阵撕裂 仿佛血肉被巨石摩擦一般 再不舍吗 卫英 自花灯节后 卫英一改往日之态 不再日日缠着蓝旺基 终究是要离开的 她必须适应 没有蓝旺基的日子 至于报恩之事 日后徐徐徐之 总能等到时机 卫英 你在吗 是蓝旺基 明明只有三日未见 卫英却恍如隔世 蓝湛 你怎么来了 这会儿 你不是应该温书吗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卓妖未了情 第二集 缠了蓝旺基这么久 卫英对她的习惯早已了如指掌 过往几个月 无论蓝旺基温书还是喝茶 她都会陪在一旁 温书太过无聊 喝茶又受不了苦涩 蓝旺基最常做的事 卫英没有一样喜欢 可只要能看着她 那些无聊透顶的东西 似是裹满了肉香 也能让未应欲罢不能 我刚刚收到消息 前几日捉到的那只狼腰 被人就走了 我是来提醒你 这几日最好不要出门 以免遇到危险 捕获狼腰的当晚 蓝旗陈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想要重金买下狼腰的腰单 俘获狼腰的修饰 结单无望 恰好想要换些银钱傍身 两人一拍即合 不曾想功亏一篑 狼腰竟被同伴所救 我 我知道了 谢谢提醒 卫英不清楚 蓝家苦苦追寻腰单一事 可她仍旧心虚地 不敢看向蓝望鸡 狼腰是她就走的 同为妖族 理应互帮互助 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 成为修饰增长灵力的牺牲品 卫英 这几天怎么没来找我 身边没有了叽叽喳喳的卫英 蓝望鸡心烦意乱 卫英真的是妖吗 不 妖是嗜血胸残的代名词 天真烂漫的卫英 不会是妖 我有点不舒服 不想出门 卫英居然身体不适 蓝望鸡唾弃自己的粗心大意 我去请大夫 不用了 蓝战 抓住蓝望鸡的手腕 卫英阻拦道 我已经没事了 不用看大夫 不能让大夫把脉 会露出端倪 你的手这么烫 怎么会没事 隔着一层衣衫 蓝望鸡仍旧感知到 卫英不正常的体温 还是要让大夫看一看 切不可惠及记忆 卫英匆忙撤回了手 我真的没事 真的 她是狐妖 体温本就高尚一些 平日还能用妖力遮掩 可前日为了救下狼妖 卫英在尚未痊愈之时 强行动用妖力 身体更加雷弱 若非如此 她未必忍得住 不去找蓝望鸡 卫英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蓝望鸡的怀疑越发放大 卫英真的是妖吗 没有啊 你怎么这么问 卫英心若雷骨 生怕泄露了身份 几个月的相处 蓝望鸡的宠溺她看在眼中 也想过颇白真相 可那句非我同类 令她打消了实话实说的念头 没什么 随口一问 将卫英的慌张尽收眼底 蓝望鸡的心沉了沉 再道 那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卫英点了点头 长舒了一口气 目送着蓝望鸡离开 卫英关上房门 正愣了许久 直到一道声音响起 嘖嘖嘖 还真是个痴情的小狐狸 猛然回头 竟是卫英前日救下的狼妖 叫什么来着 对了 谢云 我不是让你离开吗 怎么还没走 化了形的狼妖 一定会引来众多修士 孤苏城定是危机四伏 我还要问你呢 你为什么不走 该不是舍不得你的情狼吧 危险的不止谢云 还有卫英 我跟她不是那种关系 不过是她单恋蓝望鸡 我是要走的 只是还没寻到机会 即便是妖 也不该不告而别 尤其兰望鸡 对她有救命之恩 说到底 还是舍不得她 对上谢云细血的眼神 卫英不希望她追问下去 你赶紧离开吧 修士只会越来越多 都是冲着你来的 轻哼了一声 谢云不屑道 那些个酒囊饭袋 我还不放在眼里 是吗 卫英不曾言语 眼神里却写满了质疑 真要那么厉害 还用得着她出手相救 谢云看得懂 卫英眼神里的质疑 一时气急 我那时一时不察 被小人算计 罢了罢了 说来话长 我这次来 是专门带你走的 卫英摇了摇头 拒绝道 我还不能走 你先离开吧 谢云从来不是 多管闲事之人 可卫英救了她 她就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卫英蒙在鼓里 你必须立刻跟我走 留下来 你会有危险 担心卫英不信 谢云解释道 你还不知道吧 蓝家人一直在寻找妖丹 卫英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 若非谢云及时相告 卫英还不知道 妖丹对于蓝望鸡的意义 唯有尽献妖丹 才能科举入室 一展所长吗 抹了抹眼泪 卫英不顾谢云劝说 执意前往静视 寻找蓝望鸡 救命之恩未报 他不能不辞而别 一步步走进静视 和蓝望鸡 相处得点点滴滴 一股脑的涌入脑海 初见时的救命之恩 朝夕相对时的嘘寒问暖 尽管只有三个月 却是卫英修行五百年来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短暂而美好 足够了的 蓝战 心悦之人就在眼前 卫英的脸上 呈现出心满意足的笑意 内心越发不舍 不 他不想离开 像往常一样 大步跑向蓝望鸡 这一次 卫英不只要跑到他的面前 还要扑进他的怀里 仅剩下七八步之遥 卫英便能得偿所愿 就在此时变故横生 被困在原地 卫英不能魔动分毫 蓝光乍现 熟悉的阵法 尽收眼底 这是 降妖阵 设置在近视的降妖阵吗 专门用来对付卫英 蓝战 你需要腰单 对不对 四目相对之时 蓝望鸡眼底的冷漠 刺痛了卫英 蓝战 你怎么知道 我不愿意给你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卫英愿意成全蓝望鸡 然而 双手奉上和生杀语夺 天壤之别 畜生 拿命来 一名修士大喝一声 其余五六名修士 一拥而上 卫英惨笑一声 闭上了眼睛 这一刻卫英 没有死亡的恐惧 只想着用他的腰单 报答了蓝望鸡 眼见修士 直冲腰单而来 卫英不曾反抗 小狐猎 你傻不傻 为了这样一个人 命都不要了 生死关头 谢允从天而降 卫英 引颈带路的模样 明显一心求死 就为了成全蓝望鸡嘛 还真是痴心 不费吹灰之力 谢允将卫英掠出降妖阵 几名修士面面相去 能在降妖阵中 来去自由的妖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这绝非一般妖物 也非在场之人 可以降服 将卫英护在怀里 谢允扫尸了一圈 视线定格在 蓝望鸡的身上 你敢伤他 找死 蓝望鸡的眼瞼颤了颤 只一瞬又恢复如常 别伤他 卫英蓝在谢允身前 阻止道 他就过我 你不能伤害他 你还护着他 简直直迷不悟 谢允本就是个火爆性子 又一时不察 被修士擒了去 心愁旧恨之下 恨不得大开杀箭 人妖殊途 你今天护着他 焉制明日他不会 将你赶尽杀绝 我不是护若他 侧目看向蓝望鸡 又重新看向 谢允 卫英道 他救过我的命 我想跟他两亲 想要两亲吗 蓝望鸡藏在袖子的手 死死地握紧 谢允 带我离开吧 卫英终究要走 蓝望鸡笑了 那笑似乎饱含深意 谢允越过卫英 将蓝望鸡的神情 尽收眼底 联想到 降妖阵中感知到的异常 谢允的眼神暗了暗 好 我带你离开 此言一出 在场的修士 齐刷刷地看向蓝望鸡 直到谢允和卫英的身影完全消失 蓝望鸡也不曾下令 雇主没有发话阻拦 一群不曾结单的修士 又何必自寻死路 挑衅实力强劲的谢允 谢允向来眼高于顶 独独独看中了 小狐独 远想着带回去当他的小媳妇 小狐独居然拒绝 小狐独 你真的不跟我走 卫英摇了摇头 垂眸道 我只想回家 爹娘说的对 难测试人心 她不该跟蓝望鸡离开 更不该动了心 也罢 我还有要紧的事需要处理 等处理好了 我去寻你 魏英不曾言语 他不关心谢允的去向 也不关心他有何事 从今天开始 他不应该再对家人以外的人 付出真心 半年后 私追 二公子又喝得鸣鼎大醉 这可如何是好 自从魏英离开 兰望姬就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不再埋头苦毒 更日日喝得烂醉如泥 连大公子都束手无策 何况你我 除了悉心照顾兰忘姬 兰思追别无他法 怎么会没有法子 依我看 只要将魏公子找回来 一切都能迎刃而解 想到不告而别的魏英 兰锦仪越发一份填膺 二公子对他多好呀 说走就走 还不辞而别 简直是没良心 魏英离开奈晚 兰望姬只留下了一个兰思追 兰府的其他人不明真相 只当魏英不告而别 望恩负义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捉腰为了情 第三集 锦仪 小心二公子听到 半年前 魏公子已经被有心人盯上 再不离开定回危及性命 二公子明明是为了保护魏公子 偏偏伪装成绝情的模样 求人得人 魏公子走得决绝 二公子反倒失魂落魄 再无半点意气风发的模样 听到就听到 大不了领罚就是 无情无义之人 不配咱们二公子 惦念于心 蓝丝追怕了蓝锦仪这张嘴 连忙拽着人远离了境事 谢远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说夺回了组长之位吗 既然继位狼王 总不至于无事可做 偏偏就跟扎了根似的 天天待在大范山 纠缠魏英 这么快就嫌弃我了 小狐狸太没良心 这话说的 好像以前不嫌弃一样 魏英促了促眉反驳道 你一来 燕丽姐都不敢来找我了 当然嫌弃 魏英的原生是狐狸 尚且忌惮谢云 况且是出身陆族的江燕丽 不敢来最好 我就喜欢跟你单独待在一起 谢云的心思从没掩饰过 他喜欢魏英 尽管他知道 魏英的心里始终装着蓝忘机 那又如何 世人的偏见由来已久 人和妖从未有 相守的先例 谢云 魏英不知如何应对谢云 只能像往常一样感人 你快走吧 我跟燕丽姐有约 没时间搭理你 谢云灼灼的目光 痴缠着魏英 恨不得将小狐狸揉进怀里 奈何魏英对他抗拒得紧 阿英 嫁给我吧 我会对你好的 魏英心头一跳 神情写满了抗拒 你是狼王 要么和其他狼族联姻 要么从本族中挑选 总之不会是我 狼妖向来是妖族中的佼佼者 谢云更是修行甘年 妖力强劲的狼王 魏英虽是狐族中难得一见的九尾红狐 亦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况且他从来不想嫁给谢云 实际上他不会嫁给除了蓝忘姬之外的任何人 尽管没出血 可他不得不承认始终忘不了蓝忘姬 救命之恩不算还清 他二人不算断得彻底 至少 魏英在心底如此认为 阿英 只会是你 谢云一改往日不羁的神态 深邃的眼神望着魏英 太过灼热的目光如有实质 魏英将脸撇到一边 躲避着谢云的深情 两久后 魏英将压在心头多时的疑惑问出了口 谢云 我再问你一次 蓝湛当日设下的降妖阵 当真没有异常吗 事发突然 魏英来不及多想 事后才觉有意 降妖阵他遇到过 那一晚的阵法明显威力大减 阵法的强弱 虽和修士的实力息息相关 可魏英妖力大损 不该毫发无伤 就此事 他问过谢云 尽管谢云一再否认 魏英偏不死心 当然没有 我说过很多次了 他就是要娶你腰单 置你于死地 魏英文言黯然垂谋 谢云于心不忍 却仍是一口咬定 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念着他 难道唯有兰忘机彻底消失 才能断了魏英的面 想 眼神暗了暗 谢云道 我改天再来看你 转过身 谢云捏紧了拳头 一脸英智地离去 妖族生来强大 然天道不会偏爱任何一种生灵 作为束缚 妖族伤害人类 必会引来天罚 谢云不能只取蓝忘机的性命 却能假借他人之手 时隔半年 重返孤苏城 蓝府竟然人去楼空 发生了何事 蓝忘机又去了哪里 蓝府的变故来得太过突然 将蓝家上下打了个措手不及 蓝家的掌舵人蓝清衡和大公子蓝西辰 皆被收押 监牢 唯有蓝忘机逃过一劫 并非运气 而是对方另有目的 二公子 咱们是否要去大范山 蓝四追问的一脸不忍 蓝忘机不忍伤害魏英 却又不得不取其腰单 倘若不从 蓝清衡和蓝西辰 性命威矣 眼见蓝忘机沉默不语 蓝锦衣心中不愤 开口道 岑知府和那李天师真不是东西 亏他们披着人皮 竟连畜生也不如 岑知府 基于蓝府的万贯家财 自封为李天师的理性修士 又惦念魏英的腰单已久 受利益驱使 岑知府采纳李天师之言 以蓝忘机 故意放走狐妖 唯由问罪蓝府 收莫蓝家家财 岑知府魏财 李天师的目标 则是魏英 九尾红湖难得一见 其妖单可助金单修士 晋升原英 李天师垂涎已久 他清楚蓝忘机 对魏英的救命之恩 便以亲人的性命相要挟 威逼蓝忘机 接近魏英 无需蓝忘机亲自动手 只要将魏英 引出大范山 使其落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四追 锦衣 我们去大范山 蓝锦衣和蓝丝锥对视一眼 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四追 二公子会伤害魏公子吗 刚刚得知魏英的身份时 蓝锦衣心有余悸 转念一想 人如何 妖又如何 曾知府和李天师不是妖 做出来的事与畜生合一 反观魏英 虽为狐妖 蓝锦衣从未见过她 伤害过无辜的性命 整日笑容已对 见到老幽弱小 也总是失以援手 可见 妖并非邪恶的代名词 人也全非良善之辈 想通之后 蓝锦衣不想伤害魏英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相信二公子 无论她如何决定 总有她的道理 蓝忘机不想伤害魏英 所以才处心积虑地演了一场戏 赶走了人还不算 她还不想魏英 背负着救命之恩的枷锁 负重前行 奈何十一世异 当至亲命悬一线 蓝忘机又该如何对待魏英 又一次来到 和蓝忘机出狱的地方 魏英正正地出神 半年来 她对蓝忘机的思念不减反增 真的要置她于死地吗 不 魏英不幸 救命之恩历历在目 朝夕相处的情谊 绝非作假 她分明感受得到蓝忘机的深情 即便恨她是妖 也不会翻脸无情到取她性命 蓝湛 我好想你 你也想我的 对不对 魏英忍不住喃喃自语 泪水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一股脑都往外冒 直到 对 我想你 魏英全身紧绷 僵硬地站在那里 好熟悉的声音 这是蓝忘机 愣愣地回转身体 看到日思夜想的人 魏英想也不想就扑了过去 紧紧地拥着蓝忘机 魏英哀求道 蓝湛 不要赶我走 求求你 魏英什么都不在乎 只在乎一个蓝忘机 无论她是不是要置自己于死地 不重要了 只要蓝忘机肯要她 魏英什么都不计较 魏英 我心愿你 一声告白抵过了所有 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 未来可期 我也心愿你 蓝湛 带我走吧 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 人妖殊途 蓝忘机的家人 不会接受她 她的家人 也不会接受蓝忘机 无妨 只要他们接受了彼此 魏英情愿抛下所有 好 我带你走 退出蓝忘机的怀抱 惊喜地看若她 魏英确认道 真的 你真的肯带我离开吗 那你的家人呢 不要了吗 蓝忘机点了点头 我只要一个你 又哭又笑 魏英的心 被添得满满荡荡 五百年来 她从未有一刻 如现在这般满足 那一晚的真相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 蓝忘机接受了她 蓝湛 我们现在就走 好不好 拉上蓝忘机 魏英往山外走去 幸福来得太过突然 绝望亦让人错不及防 当魏英看到了 一脸恶意的羞逝 等候在前方 瞬间 通体声寒 是意外吗 还是蓝忘机刻意而为 蓝湛 带着最后一丝希望 呼唤着蓝忘机 魏英却眼睁睁地 看着她远离自己 李天师 人我带来了 愚蠢啊 魏英 怎么能傻到 一而再再而三地 被同一个人淡片 蓝湛 为什么 事到如今 魏英只想求个明白 只因我是妖 就罪该万死 何该万劫不复吗 即便是妖 也是活弱的生灵 有血有肉 有真真切切的情感 会哭会笑 会喜乐 也会伤痛 面对心爱之人 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她会伤心 会绝望 更不可避免地 生出怨恨之心 蓝湛 我不曾害过 任何一条无辜的性命 即便如此 你仍是要置我于死地吗 魏英质问着蓝忘机 对上的却是一双冷漠的双眸 没有害人 不过是尚未来得及失为 魏英 你终究是妖 魏英懂了 妖的身份 就是她的原罪 只因是妖 蓝忘机恨她入骨 注定不会 施舍她一丝一毫的爱意 蓝二公子 何必跟一个妖物 多费唇舌 李天师冷哼一声 启动了降妖阵 你 又是你 对不对 降妖阵一起 未应辨知对方的身份 令她险些丧命的降妖阵 就是出自此人之手 阵法的压制力惊人 眼前的修士 绝非泛泛之辈 而是实力强劲的 金丹修士 不错 九尾红湖的妖丹 可助我晋升原因 岂能错过 李天师加强了阵法 魏英吃痛的闷哼一声 晕死过去 再醒来 魏英恍如隔世 原以为难逃一劫 没想到 谢允又一次救了她 浑浑噩噩了一个月之久 魏英终是不忍双清日日 忧心 故作欢天喜地地 印下了婚事 她 要嫁给谢允 阿英 你真的决定了吗 江彦离一脸担忧地看着魏英 自那日以后 她再也没有问过蓝忘机 决定了 我不想再率服谢允 心爱之人的绝情与伤害 魏英体会得痛彻心扉 心死过一次 嫁给何人并无区别 还不如成全了谢允 那蓝忘机呢 听到那个刻骨铭心的名字 魏英的眼瞼颤了颤 故作平静道 她救我一命 却也险些害我与命 日后 两清了 魏英不想渊渊相报 此后余生死生不复相见 她再也不想看到蓝忘机 阿英 太苦了 江彦离江连撇到一旁 偷偷地抹泪 但愿魏英的苦难只于今日 再不会历经风雨 谢允不会想到 她竟会和蓝忘机坐在一起 心平气和的对异 我将要迎娶阿英 就在十日之后 骆子的手顿了一下 蓝忘机抬眸看向谢允 色然道 恭喜 虽是意料之内的结果 心口的顿痛 仍旧无法忽视 瞇了瞇眼 谢允审视着蓝忘机 你不恨我 摇了摇头 蓝忘机道 你助我一臂之力救出至亲 我信守承诺 让魏英死心 本就是一场两相情愿的交易 和恨之友 谢允自嘲的一笑 她不过提供助力 说到底蓝忘机是自救 身为狼妖 谢允不能亲自出手 伤人性命 一颗丹药 助蓝忘机实力暴涨 手刃了李天师 当然 谢允不会白白出手 总要收些利息 魏英的死心 就是蓝忘机回馈谢允的一场戏 陈知府 你打算如何应对 李天师一死 陈知府心生惶恐 放归了蓝家父子 然此人在任一日 于蓝府而言 都是莫大的威胁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劳狼王费心 谢允一噎 将手中的棋子随手一丢 这盘棋 以后再下 起山里 谢允弯了弯嘴角 再道 如果没有阿英 或许你我可以成为朋友 蓝忘机自嘲的一笑 人妖殊途 不是吗 谢允清楚 蓝忘机指的不是他 而是 魏英 谢允 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明日就是大婚之期 妖族虽然没有新婚夫妇婚前 不得见面的规矩 可一来一回 毕竟颇为费时 我怕你突然悔婚 干脆盯着你 魏英一阵无语 谢允所在的族群 可是威震四方的存在 她有几个胆子悔婚 赶紧回去吧 我既然应了你 就不会反悔 有些话谢允不该问 却又不死心 阿英 你喜欢我吗 魏英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 谢允会在这个时候 问出这种问题 我 我会嫁给你 会 却不是想 谢允笑了 笑意不达眼底 阿英 我谢允一向自视甚高 从来不肯输给任 何人 被同族算计 妖力尽失的时候 谢允不曾认输 落入修士之手 险些命丧的时候 谢允也不曾认输 又如何会输给一个蓝忘机 谢允 你怎么了 眉头末尾的一句话 卫英听不明白 没什么 我走了 谢允的身影 引入月色之中 卫英的眉头促起 第二日一早 卫英梳妆打扮 穿上了火红的嫁衣 阿英 狼王 狼王他江燕里跑得气喘吁吁 说话也断断吁吁 燕里姐 谢允怎么了 深吸几口气 江燕离道 狼王将蓝忘机带了过来 说要和他公平竞争 蓝忘机 先不说卫英不想见到此人 再者 谢允一个狼王 跟一个从未修炼过的凡人 乃来的公平竞争 阿英 你还愣着做什么 快跟我走 卫英和江燕离赶到的时候 谢允正替蓝忘机 在狐足面前证明 原来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 伤害卫英 蓝忘机 只要修炼结丹 你就有机会 和我一较高下 你敢吗 不仅可以一较高下 还能增长寿数 活上百年 甚至更久 你要想清楚 若想修炼结丹 不只要投入仙门之下 受尽磨炼 还有 即便你能侥幸结丹 想要突破世俗 和卫英相守 也绝非一事 况且 还要挑战 实力强劲的谢允 庄庄渐渐 皆是挑战自我 和世俗的极限 面对几乎 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蓝忘机面不改色 只在众多身影中 寻找卫英 当心心念念之人 映入眼帘 蓝忘机的毛子 亮了一瞬 起唇道 卫英 你还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 卫英使劲地点了点头 气不成声 蓝忘机笑了 谢允替他指了一条名路 除非修炼结丹 他只有常人之寿 如何匹配 寿数绵长的卫英 他愿意竭尽所能地 拼上一场 突破自己 也打破世俗 只为了和卫英相守的 万分之一的可能 等我 卫英 五十年后 据仙门路记载 仅出十五年 蓝姓弟子蓝湛 自忘机 投入天门宗门下 五年结丹 又二十年修成原英 震惊仙门各派 被尊为韩光君 天渡英才 仅出四十一年 韩光君死于狼王谢允之手 仙门一代英杰 就此陨落 蓝湛 要不是为了我 你本该功成名就 何至于隐姓埋名 陪我窝在大范山 蓝忘机不是没有想过 改变人与妖的关系 奈何人妖疏途刻入骨髓 岂非一人可以改变 唯有诈死脱身 才能和卫英安心相守 再无顾忌 功成名就也好 寂寂无名也罢 卫英 我所做的一切 只为了一个你 暧昧的气息舒展开来 蓝忘机对准卫英的双唇 吻了下去 可惜 一声狼嚎煞了风景 蓝忘机和卫英四目相对 无奈地一笑 整日想着捉弄他们 活该谢允孤家寡人 蓝湛 他叫他的 我们亲我们的 哦 晚 我们一起讨厌 他叫他 他叫他 我 她叫他 他叫他